中超联赛在线惊天误判 南通董事长范冰暴怒炮红足协 难道中国足球就真的没有公平正义之言了吗 7月12日中超联赛迎来了第16轮的较量 在之前的第15轮较量中 裁判王哲因误判遭受到了禁赛的处罚 本以为这会让其他裁判有所收敛 但实际情况却大大相反 首先在上海海港与武汉三镇的较量中 裁判马宁竟在上半场就出示了5张黄牌和2张红牌 比赛中因个人吹罚引起了巨大争议 而在南通芝云与大连人的比赛中 裁判的吹罚竟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当比赛进行到第64分时 南通芝云通过拼抢获得球权 贵宏利用出色的个人能力 将皮球从后场带到了大连人球队的门口 在三人严密的包夹中 贵宏还是将球稳稳地送进了大门 这一例进球十分精彩 甚至可以入选到年度最佳镜头当中 不过边才举棋示意贵宏越位在先 随后主裁判在观看VA2后 示意进球无效 期间信号没有给出回放进球的过程 最终也没有给出划线图 面对这样的判法 南通董事长在赛后彻底暴怒了 直接在微信工作群里 开启了对足鞋的怒对 唉 真不知道中朝联赛的误判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